伊朗总统鲁哈尼25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 邀请各国加入伊朗主导的霍尔木兹和平计划 以维护地区安全 他重申伊朗拒绝在美国制裁压力下预知谈判 鲁哈尼说 在所有国家都能公平享有权利的情况下 伊朗可以帮助维护波斯湾安全 并确保石油运输顺利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但他同时强调 只有美军撤出该地区才能实现地区安全 鲁哈尼表示 霍尔木兹和平计划的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公布 鲁哈尼还在发言中 抨击美国对伊朗制裁是滥用国际银行体系的海盗行为 重申伊朗拒绝在美国制裁压力下与之谈判 鲁哈尼说 如果对方想得到关于谈判的肯定答复 唯一的途径是回到遵守协议承诺的轨道上来 解除制裁方能谈判 一名伊朗官员25号告诉路透社 鲁哈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本周在联大期间见面的可能性为零 特朗普24号在联大演讲时 再次对伊朗施压 称只要伊朗的威胁行为持续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就不会停止 只会加剧